抱踢拔陈讯员幕后黑手 打压规划政策 阻碍清晋发展 蔡振华失望 大家好我是詹妹 我们想关注中国足球 目前中国足球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段动荡期 李铁从世界杯期间被带走调查 涉嫌巨额的腐败案件 也牵连出足球相关高层多达11位 可以说这次中国足球的腐败情况非常严重 国家体育总局也想要连根拔起 做出了重大调整 目前足球新的领导班子 由梁营体育总局局长宋凯来接任 带领中国足球前进 现在中国足球倒查回金元足球时期 出现非常大的问题 十年的腐败和很多人都有关系 而李铁作为本次国足腐败导火索 有的牵连出11名高层 让人砸实 这其中包含杜赵财陈旭元等高层 也是足球的一把手 可以说这次国足的反腐行动非常深入和彻底 回顾这11名腐败人员 其中陈讯员备受关注 码头工人出身 他却能身居高位 可验背后有庞大的力量 如何能走上这个位置 一定有幕后大鱼存在 而在陈讯员上任之后 作为并不懂足球的人 提出很多招令西改的政策 包括放弃清训 压制规划政策 也让中国足球一步一步走向堕落 陈讯员根本不了解中国足球 他也一直把足球当成自己牟利的工具 当初在试园赛期间 还让很多高管陪自己打麻将 关于女足在东郊运会的溃败 也有陈讯员的责任 可见她的管理非常糟糕 而陈讯员的前任正是蔡振华 可能不少人怀疑 谁把她推到这个位置上 把中国足球祸害成这样 而蔡振华作为 机缘足球创始人 当初把中超联赛 推到非常繁华的程度 可以和五大联赛并驾齐驱 给中国足球带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但是在陈讯员主任的这些日子 中国足球一地鸡毛 他最早开始从徐根宝手下去掌管清训队 也帮助上岗拿下中超冠军 陈讯员能到这个位置上 目默黑手就是60多岁的 足协副主席李玉毅 给他推到这个位置上 而陈讯员上位之后 也无限地打压清训政策 还有规划政策 也让蔡振华的心血复制东流 李玉毅不断拉帮结派 陈讯员和他一起 腐蚀国足高层 让人唏嘘 可以说从陈讯员 从蔡振华手中 接过中国足球 结果发展成这样 无疑是中国足球最失败的十年 现在终于等到有关部门 来调查深入 也期待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朋友们对此怎么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